台湾女神隋唐女儿Lucy发亮惊人,超级乌黑,她透露在怀孕时吃了这个,结果。 台湾超级火红的新二代,除了修杰凯甲敬文的孩子布布和伯妞,黑人陈建州范韦琪的双胞胎飞飞翔翔之外,接下来人气蛮高的飞随唐家Max和Lucy莫属。 隋唐两年前嫁给老公Tony哥,生了可爱儿子Max后,2017年初诞下第二胎爱女Lucy,儿女双拳凑成好字,隋唐时常在脸书晒一家四口的幸福照,让大家看了超羡慕。 因为塔大儿子Max因为妹妹出生觉得被冷落,隋唐跟老公都拨更多时间陪伴儿子,等Max睡着台去做自己的事,连隋唐都很感动老公的行为,不止一次表示只要一回头就能看到父子俩的互动,这些平凡简单的画面总是让他感动到想哭。 而自Max出生以来,跟爸爸Tony哥辱出一折的笑容,让大人小孩都夸可爱。 妹妹Lucy的可爱模样简直就是哥哥爸爸的小翻版,重点是他惊人的发亮让网友惊呼,到底为何会那么浓密,蚊子飞进去都出不来了。 隋唐每次分享爱女照片,都会被她一头炸天的头毛分走注意里,有人打句说蓬蓬头的Lucy跟华妈有八成像。 其实隋唐也为女儿的发亮所苦,甚至去相关拍证件大头照时,不管怎么拍,她的耳朵都会被头发遮住,老板还要隋唐自己去护证解释一下,让网友都笑翻。 隋唐表示,因为Lucy有自然卷和两个拳,看起来发亮才会比一般婴儿多,也有可能是她怀孕时吃太多芝麻坚果类食物,导致女儿头发又黑又浓密。 现在的隋唐把生活重心都放在养育孩子上面,她偷偷透露长相相似的兄妹俩其实个性完全不同,哥哥Max温柔,妹妹Lucy强悍,而且抱她属门见客,她可是一点都不怕深窝。 小Lucy感觉会欺负老师的哥哥呢,好期待两个可爱宝宝长大后的模样啊。